贵州贫困女大学生离世 百万捐款只拨付两万热争议 在儿子基金会那里筹了六十万吧 然后在水地筹了二十万 媒体报道夸大事实 筹款平台消费悲情 她在一个视频里面 明明说的是有一天 她仅仅是花了一到两块钱 但是报道里面写的就成了 每天 几乎每天 慈善乱象 消费了爱心 伤害了谁 央视财经评论稍后开评 晚上好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央视财经评论 我是张琳 今天我们来关注一个刚刚离世的贵州女大学生 以及由她引发的一场慈善风波 演播室邀请到两位嘉宾 一位是北京市月城律师事务所律师月深山 和央视财经评论员刘哥 欢迎两位 那今天我们要关注的这个女孩叫吴花燕 二十四岁 身高一米三五 体重只有四十三斤 吃五年辣椒拌饭 每天两元的生活费 眉毛掉光 四肢销售 身世凄惨 这些都是她身上的标签 那经过媒体和一些慈善平台的宣传介绍 这个女孩最近是迅速占据了网络热度 也得到了大量的善款捐助 仅中华儿慈会就通过 9958这样一个救助中心 为吴花燕筹款了一百万四千九百七十七点二八元 某短视频账号也是筹集了四十五万元 而其他的捐款渠道 统计算来也有超过二十万元的这样一个数额 那随着花燕的离世 大家开始关注 相关的报道是否片面夸大 花燕是否得到了妥善救助 善款众筹是否规范 余款如何处理等问题 我们先来看一看9958中心的最新回应 13日贵州贫困女大学生吴花燕因病去世 此前中华儿慈会9958平台 曾为其募集善款超过一百万元 据了解这笔钱并没有完全使用在救助者的身上 那救助吴花燕的这笔钱是如何使用的 最终这笔巨额资金去向何处 这些都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 那么我所在的地方就是中华儿慈会 面对质疑他们又有怎样的回应 我们有成立了一个调查小组 然后进行一个后续的一个现在情况的一个调查 核查 然后具体的这个款项的这个 看看具体家属的一个情况 还有就是我们整个的这个医院现在的一个情况 然后后续这个款项的话 我们再做进一步的跟进 中华少年儿童慈善救助基金会公开的情况说明显示 2019年11月4号 9958救助中心转款2万元至医院 用于吴花燕的治疗 此后吴花燕及家属同时提出捐款使用意向需求 余下款项希望预留至手术和康复治疗再使用 此后因为吴花燕病情有反复 尚未达到手术条件 所以此余下善款实际上没有拨复治医院 具体的治疗项目什么的 咱们现在有没有一些支出什么 有一些这个相关明显吗 这块因为我们昨天就是说有支付给到医院 然后这块的话到时候我们都会整理一些 我们相关的这些素材材料 然后会统一的进行一个对外的发声 在什么时候会有一个明确的一个回应 应该也就在这周吧 那最后的这笔钱是要具体返还吗 还是这么计划 用钱的话我们还是要等到我们整个的商讨之后 然后我们再去看一下怎么样去操作这个事情 因为我们也会善待每一笔公众的捐款 娱乐现在最关心的就是9958儿童紧急救助中心 为什么募捐了百万元只转了两万元给医院啊 那官方的回应是他们是根据无花燕及家属提出的使用意向需求 剩下的款项是要预留到手术和康复治疗中在使用的 而无花燕的病情有些反复手术还不具备条件 所以暂时还没有用 那9958救助中心呢是中华儿次会的下属机构 这次的捐款我们看到还涉及了两个众筹平台 分别是微公益和水滴公益 目前官方回应说发起捐款的流程都是合规的 但是也有媒体报道说9958以此为由 后续的有一些连续的捐款 家属其实是不知情的 所以想跟两位探讨的第一个问题是 这样的捐款它的合规性在哪里 首先的话我们说这种慈善机构也好 或者说9958也好 他和这个替他去捐款的话 那一定是要取得授权的 就是说事先的话是要取得本人或者说家属的同意 说我们需要这个捐助你来帮助我 那如果说人家都没有委托给你 那你以什么样的名义去捐呢 或者说去募捐 这显然就不合规了 所以说最终都还要看 事先是不是取得了同意 哪怕说事先没有取得同意 但你事后一定是要取得追认的 我们说从民法的这种委托的这个角度上来讲 也是应该这个流程 根据他官方回应 他现在显示说他之前是取得了这个家属的同意的 也签了一些文件 但是大家质疑的是后边 包括有一笔40万元的捐款 可能他是以此为由连续发起了几笔 那这样的一个授权是要在第一份文件中就可以给的吗 还是后边相关的家属也有知情权 理论上来讲的话应该是一笔一授权的 就是说我委托你去捐款 那我应该是指定好相应的那种捐款渠道和平台的 或者说是有一个大的授权 这个就要具体的来看了 确实是 刘老师怎么看这次引起的 我觉得刚才月律师说那是法律层面的事情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我觉得呢至少到目前的这个事实来看呢 就是9958的这家机构的话 可能还是有不严谨的地方 就是说做慈善 因为你最后用的是大家捐助来的善款 那么这个善款呢 他捐助的是一份爱心 所以呢他对于这个东西的使用方法呢 他会特别的关心 那么我们看到现在作为一个公益机构啊 9958 那么他自己在自己的网站上 实际上是有这样的一个捐助的项目呢 而且这个项目里面 我也看到了 就是说如果因为不可看力 导致这个治疗终止的话呢 那么其他的款项是可以用在别的项目上面 是有这样的一种说法 而且这也符合我们公益法的 这个有关法律方面的规定 但是呢 他现在呢做的什么呢 在一个公民的资助平台上进行了募款 那么这个资助平台呢 他形成了一个大家的一种认知的习惯 也就是说我这个钱 我给谁就是给谁 这不是一个公益的募捐 而是说我对特定人的这样的一种捐 一种救助 那么这个时候呢 如果要是说这个钱没有全部给他 大家呢 就和我对于这个平台所发生的行为的认知 产生了冲突 产生了错位 所以呢我是觉得 就是作为一个公益机构 在做你的这样的一个公益行为的时候 尽管你做的是善事 做的是好事 一定要严谨 所以这又引发了大家讨论的另外一个焦点 就是这100万元善款 除去2万转给医院的 剩下的98万元的善款 该怎么处理的问题 刚才我们看到9958的这个相关的工作人员回复说 这也是一个公共捐款 既然是公共捐款 可能它的处理上是不是就具备一些特殊性 包括剩下的这98万元的善款 接下来可能会通过什么样的方法来进行一个处理 对 首先我们说在这个募捐的时候 它一定是要公布一个募捐的目的的 募捐的用途的等等这些信息的 然后大家再来捐 那捐了之后 它就按照它所公开的这个用途和目的去进行使用 那这个是它善款的正常的使用 当然我们说按照慈善法的规定来讲的话 如果说捐给了慈善机构 慈善机构有这个项目 然后你捐给了这个项目 这个项目完事了 或者说完终结了的之后 还有剩余的时候 那这个款项按照慈善法的规定 就要用于相近的这种或者类似的这种 其他的这种救助项目了 这个的话其实它满足的是慈善的这种功能和使用 但是我们说还有另外一种情况 就像刚才刘哥老师也提到了 我们都以为是直接给他的个人 那我们所理解的 我给你个人那就人家的钱了 你慈善机构就别在中间再说什么了 但其实不是的 这个主要还是要看说 当时所签订的这个协议里边是怎么约定的 有没有协议 协议里边是如何约定 你包括说在网上 网上的这些捐赠的时候 其实我们都会看到有协议的 它还是有协议还有用途 有一些特殊约定的 还是要按照这个约定来处理 那如果说没有的时候 其实在争议上面就比较大了 有的就认为说 应该按照慈善的本意 那应该是给其他需要帮助的人 相类似的 还有的就认为说 那这个就是一个民法上的一个赠予 赠予的话 那就给了人家就人家有处分权 就应该给受赠人 不可能是再退回来的 还有的说法也同样也有的 就是说这个时候捐款人 它是有一个决定权的 我是决定收回来 而是决定给别人了 那这个的话 在目前来看还是有一定的争议 我觉得关键是要告知 就是清晰地告知 就是我这个钱 如果发生了这个钱 没有办法继续使用 在特定的人身上的话 那接下来这个钱应该怎么花 那么应该我是觉得 就是让这个钱 能够救助更多的人 就这样的一种做法 它是符合慈善的精神的 对吧 那么既然作为一个 我献出爱心的一个人 那么这个钱 如果被捐助人 他或者是死亡了 或者是因为其他的原因 没有办法进行治疗了 因为我的这个钱 本来就是为了治病 所兼证的 那么如果要现在 我给别的人 一样是进行了一个 慈善的一个使用 但是关键就是说 你在开始的时候 是不是明确地告知了 这样的一种规则 捐助人了解不了解 这样的一个程序 如果了解 那就没有问题 如果不了解 如果没有被告知 这里面的话 那就有问题 除了这个百万善款的处置 这起事件还引发了 很多的这样一个公众的疑问 比如说这个吴花燕的身世 到底有没有被消费 相关的报道 有没有片面地夸大 疑问背后的事实真相 究竟是什么 我们来看一看 记者在吴花燕生前的采访 他叫吴花燕 十年二十四岁 体重四十三斤 2019年十月初 因身患多种疾病 吴花燕被送到医院救治 在病友的建议下 吴花燕在网上发起了求助 希望能够筹集治疗所需的费用 吴花燕的故事 经过媒体报道后 很多爱心人士 纷纷向他伸出援手 也有不少慈善机构 主动联系他的亲属 一个名为9958的慈善机构 联系到吴花燕的弟弟 称想帮他们筹款 随后该慈善机构 在某公益平台上 发起了筹款计划 在儿子基金会那里筹了60万吧 然后 这水地筹20万 再加上其他平台的筹款 捐款总金额 很快就达到了100多万元 医药费用的问题解决了 可吴花燕却每天过得 有些坠坠不安 随着吴花燕的事 被越来越多的传播 网上扩散了一些 不符合实际情况的 帖子和消息 这让吴花燕感受到了 更大的压力 压力很大 我整天整天都睡不着 因为我从来没这样过 因为从来没有这样 麻烦过别人 伴随着这些极端话的 不实报道 网友们的质疑也越来越多 大家开始质疑当地政府和学校 为什么没有帮助吴花燕 吴花燕营养不良 身高体重和年龄严重不符 为什么没有及早发现 他在一个视频里面 明明说的是有一天 他仅仅是花了一到两块钱 但是报道里面写的就成了 每天 几乎每天 觉得这个就有点断章取义了 靠了三百块钱的质疑 我肯定就饿死了 肯定比那多 因为弟弟的医疗费 也是报销的 对不对 这并不花钱了 是他们 他们帮我报销的 在吴花燕的食堂消费记录上 记者看到 吴花燕中餐和晚餐的平均费用 在每餐六元左右 并非网上所说的 每天只吃两元钱的饭菜 在得知他得病的情况后 当地政府和学校 也在政策范围内 为他提供了支持帮助 我们从有低保 2009年这边开始有低保 他们就一直享受了低保 现在享受每个月是 两个人是730每个月 除此之外 当地政府根据相关政策 在2018年时 就将他们家定为异地扶贫搬迁户 在原有房子保留的情况下 于同仁市碧江区 给他们安置了一套 两室一厅的房子 除了当地政府的帮扶 吴花燕就读的 贵州圣华职业学院 也一直在以助学金的方式帮助他 他进校这两年期间 进校给了三种资金 一个是贫困学生 资助资金给了六千块钱 第二个是残疾人 资助金得了七千块钱 另外他还申请了 学校的爱心帮扶基金 五千块钱 但是分两个学期给 有一个我们志愿者老师 两年两次给了他 一万一千块钱 家乡的人 还有各种各样帮助我的 我的学校老师 真的感谢的人太多了 等我好啊 就是好好上班 回报社会 看过刚才这个短片 我们可以重新给花燕 花燕画一个画像 一个身患疾病的贫困 你大学生 但是一直以来是得到了 当地政府学校 亲戚朋友的各种帮助 那花燕刚才在采访中是说到了 他压力很大 达到了整夜整夜 都睡不到觉的程度 而这一切都是从 他在网上发起救助开始的 甚至我们也看到 还有某短视频账号 打着花燕的名义 筹集了45万元 宣称已经将爱心 亲自交到了五花燕手上 但是实际上并没有落实 那这样一种比惨式的 这样一种消费 拿当事人的这样一种 悲剧式的经历来编故事 去发起募捐 发起捐款的这种虚假捐款 是不是现在很普遍的存在 我们目前来看到的话 是普遍存在的 因为如果说 你不编一个很惨的故事 可能没有人来同情你 或者说没有人来 有这个捐款的意愿 但是往往就是说 你编的惨 你捐到钱了 那我要编的不惨 我收不到钱 那我就编的更惨 那最后的话 其实来讲就没有一个真的了 那如果没有一个真的 那到最后来讲的话 可能大家全是假的了 一旦爆发出来之后 大家说原来这些全假的 那我以后不再捐了 那这个整个公信力就没有了 所以说在慈善整个里边的话 诚信肯定是一个基石 不管是说是募捐者 还是这些平台 还是说包括说我们的这个机构 它都是应该是一个诚信的 应该是依据事实来进行的一种陈述 然后大家再看说 需要捐还是不需要捐 另外一个的话 就是花钱你得花得明白 你得公开和透明 你募了多少 你花了多少 花到哪了 那这个是应该公开透明 如果说没有了诚信 没有了公开透明 那这个我们的慈善世界 肯定会受到很大的打击 所以可以说现在这块的监管 是一个空白吗 的确你现在靠卖惨来筹集善款 这样的一种做法 的确会透支社会的爱心 因为大家呢 如果老碰到这个事实 到最后呢 一看跟我开始感受到的不一样 那肯定呢就会影响 在之后的捐赠的这一种积极性 但是监管呢现在我们是不是要通过一个 比如说政府又对于这个慈善机构 更严格的一种监管的过程 就能解决这个问题呢 我觉得也未必 因为这个过程的话 其实是需要社会各方面 通过不断的自我的整改 自我的修正 然后互相之间的监督 然后让这个过程的话呢 慢慢的能够实现一种正规化 实现一个就是信息的透明和 这个能够让大家呢 能够实事求是的去了解到这种情况 那么我看到那个水地筹 他们那个网站上 我不知道是新加的 还是原来就有啊 就开始有了这样的一些黑名单 这个黑名单呢 就是说他们就是用来这个什么呢 就是叫失信的失信者黑名单 也就是说你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你去夸大自己的病症 或者呢你去隐瞒自己的财产 那么这样的话呢 进入了黑名单 那么我们社会的话呢 有更多的机构 那么通过互相之间的这种 透明化的这样的一种互相的监督 那么逐渐的话呢 实现整个的这种生态的健康发展 水地筹这次也是我们看到 这次9958里面涉及到的两个平台 水地工艺的这样一个母公司啊 那其实一个多月前 我们刚讨论过水地筹扫楼式的 去发起这个众筹捐款的 这样一个事件 当时也是引发了 对于慈善众筹的这样一个信任危机啊 那刚才短片中花燕其实提到 他做手术大概需要三四十万元的费用 那这次的募捐呢 9958就有大概一百万元的 这样一个善款吧 那对于这样一个善款的额度的 这样一个制定 包括说就是我们的这个受捐助者 他到底需要多少的善款 有没有一个清晰的界定 要不要这种过度的募捐的现象 屡次发生 对 其实这种过度募捐一直都有 一直确实都是很多人 希望说能够捐的越多越好 因为我们的这个医疗的话 确实可能花了钱很多 这是一方面 另外一方面的话 他可能对未来是不确定的 他不知道说做完手术之后 恢复的汇增 免他担心说 我这次捐完之后 下次再捐可能就捐不上了 我可能就要多捐点 还有一个慈善机构的话 它是有这种捐款的这个指标 不能说叫指标吧 它是有这种需求的 有KPI 或者是说 它对自己的一个期许 因为对于一个机构来说 那你能不能发展 能不能壮大 那你应该有更多的钱 然后才能够 而且他还要收手续费 你更多的募捐的金额 就能收更多的手续费 它有一些叫管理费 对 然后像这种如果说捐了以后 怎么花的话 那这个时候或者说捐的时候 一般来讲 它会有一个医院给个证明 大概说这个病 大概要花多少钱 要做什么样的手术 大概多少 它会有一个基础的一个预算 多少的话 它还会在这个基础上 可能还会再加一些营养 或者一些其他的费用在这边的 但是这种过度募捐的现象 是值得我们引发警惕和关注的 对 其实更多的还是要注意 它的这个信息的真实 对 信息的真实和透明 那么慈善乱象 消费了爱心 伤害了谁 广告之后我们继续探讨 欢迎回来 我是张琳 已经离世的贵州女大学生 吴花燕特别喜欢写诗 在她的最后一首诗中 她写道 在这个冬天里 我忘记了来年 还有一个春天 忘记了桃花开放的样子 她之前还写过 在贵州最高的屋脊 种上一片深蓝色的海洋 在那里会有一艘 风衣足食的小船 带我驶向远方 下一个春天到来之前 花燕已经驶向远方了 带着满满的爱和感激 或许还有那么一点遗憾 那这个社会呢 从来不缺乏善良 我们缺的只是良性机制的约束 好了 感谢您收看 今天的央视财经评论 再次感谢两位嘉宾的参与 请大家继续关注我们财经频道 其他精彩节目明天再见